她是血脉低贱的假货 在所有人眼里 她偷走了原本属于这个女孩的人生 可不会有人想到 在贵族之女的面具下 她过的是什么样悲惨的生活 得知自己是冒牌的假货之后 海尔加为了让母亲不把自己赶出家门 她拼了命学习 年幼的她展现出了超于常人的智商 青少年都读不懂的书 她一天就已经读书了 她以为这样就能得到母亲的喜爱 然而得知这件事后 母亲却没有任何喜悦 反而看到海尔加她就厌恶至极 要不是和皇室签订了婚约 这种家伙早该扔了 小海尔加的表情瞬间僵住了 她告诉自己不能哭 接着 没有得到赞扬的她 因为在舞会上不小心踩到了皇太子 被母亲关进了小黑屋 理由是她让家族丢脸了 寒冷的冬夜里 只有如母一个人陪着海尔加 然而年迈的如母早已病入膏肓 在这一夜她在小黑屋里 得知了真正的海尔加被找到 紧接着唯一偏爱自己的如母去世了 在那之后海尔加彻底疯了 年幼的她心里冒出了个邪恶的想法 那就是保佑母亲的亲女儿永远别回来 随后她又自嘲地一笑 自己果然是个坏孩子 怎么可以许这样的愿望呢 她抬头看着无尽的黑暗 请让那个孩子幸福吧 还有请让我也幸福吧 她靠在如母冰冷的尸体前发誓 自己一定会成为母亲想要的完美女儿 就算真的女儿回来了 也不能把她忘记 如果有人提到尤特利特家族 就一定要想到她海尔加 那天晚上即使再痛她也坚持下来 她的人生也随之崩塌了 就这样 孤独的她成长到了16岁 按照公爵夫人的期望 海尔加变得冷静而优雅 继承着下贱女一般血统的贵族 这一卑微逐渐被她隐藏起来 然而尽管她祈祷的嗓子都哑了 那个真的女儿还是回来了 仔细看 眼前这个优雅的贵族之女 其实是个冒牌活 而这个纯真的女孩 才是真正的公爵之女 海尔加这么多年 一直祈祷着让她不要回来 没想真正的女儿希丽安娜 还是回来了 公爵夫人一脸温柔的微笑 看着自己的宝贝女儿 她有着说不出的喜爱 希丽安娜洋溢着灿烂的微笑 向海尔加介绍了自己 她浑身上下散发着幸福的味道 可海尔加脸却黑了下来 长得就让人很不爽 那灿烂的笑容很是刺眼 如果真正的女儿回来了 她应该要怎么做 这个问题海尔加苦恼了无数次 自己要对她好吗 还是要折磨她 可这些都不是海尔加想要的 她微微一笑 举止投足之间 充满着贵族优雅的气质 欢迎你希丽安娜 餐桌上 公爵夫人询问道 希丽安娜我很好奇 这段时间你是怎么度过的 过得幸福吗 希丽安娜似乎沉浸在回忆之中 因为一直和母亲在一起 所以我过得很幸福 对了海尔加姐姐 你过得幸福吗 海尔加微微一笑 我不太习惯别人叫我姐姐 你还是叫我名字吧 希丽安娜单纯的就像一只小白兔 可是说出的话 却犹如利剑一般 刺进了海尔加的心 我也很好奇 海尔加你是怎么度过这段时间的 你幸福吗 海尔加的脑海里 过了一遍自己短暂的人生 幸福是个什么东西 她根本不知道 可是在希丽安娜面前 自己就得装作幸福 聚餐结束之后 海尔加一个人在庭院里逛着 为什么那个人 能轻而易举地得到 所有人的喜爱 她自己却不能吗 难道就因为 她是真的女儿吗 就在这时 希丽安娜的声音传了过来 她提议要和海尔加一起散步 说着还握住了海尔加的手 然而这一举动 却仿佛电击到了海尔加 她猛地将手抽了回去 因为那只手上 有她最珍贵的东西 那是如母送给她的手链 希丽安娜无辜地表示 自己不是故意的 她是想把礼物送给海尔加来着 收下礼物之后 希丽安娜表示自己的身世 母亲已经全部都告诉她了 女孩满脸笑容 环保无公害 然而却用最无辜的语气 说出了最伤人的话 我是公爵家女儿的 是妈妈都告诉我了 她总是跟我说 海尔加低着头看不出任何表情 这个道歉不是对她 而是对希丽安娜 为什么大家都只对希丽安娜感到抱歉呢 对自己真正的女儿 却没留下一句话 看来不管是哪个母亲 都把她当作假女儿啊 海尔加自嘲地笑了 希丽安娜是去了眼角的泪水 现在想起妈妈 我还是很心痛 其实在见面之前 我就知道海尔加是个很好的人 因为是妈妈的女儿 和预想的一样 海尔加你是个很好的人 真是太好了 我决定要和你一起住在这里 以后请多多关照 海尔加微笑地将手伸了出去 可她内心却讨厌任何人宠爱希丽安娜 这个傻妹妹 自己以后一定会好好加以利用的 自从希丽安娜来了之后 留给海尔加的女仆就只剩下一个了 希丽安娜正在一点点地拿走海尔加的东西 她咬牙切齿眼泪一出眼眶 果然母亲就一直在准备着把她抛弃吧 来到公爵夫人的房间门前 海尔加再一次听到了里面传来的对话 公爵表示让希丽安娜代替海尔加的位置有些勉强 虽然两个孩子有点像 但不至于把名字都换掉吧 可是公爵夫人却冷漠地说道 这不是要换掉 而是还给她本来的名字而已 而且我的女儿一定比海尔加更优秀 至于海尔加 她应该会找到自己的位置吧 面对癫狂执扭的公爵夫人 公爵无奈地摇了摇头 门外的海尔加脸上露出了可怕的笑容 自己的位置不就在这里吗 她冷静地开门进去 却从公爵夫人的嘴里得知自己的未婚夫回来了 罗汉阿斯兰被称为皇室一端的皇太子 从十二岁那年订婚之后就再也没见过了 公爵夫人表示婚礼会顺利进行 但海尔加的名字要换成西里安娜 海尔加自嘲一笑 果然最后连名字也抢走了 可为什么没有抢走这个皇太子妃之位呢 那是因为在传闻中 罗汉是个没有人性的战场恶魔 而且这样海尔加就会毫无痕迹地消失了 母亲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啊 海尔加的眼睛充满了愤怒 只是如果母亲非要这样做的话 那么她的宝贝女儿也会随之消失 她是真正的公爵之女 即使被调包到了女仆家里 却还是被幸福包围 而她却顶着冒牌货的标签生活了16年 如今还要被这个真女儿抢走一切 西里安娜在海尔加的眼里 是一个善良且可爱的孩子 然而海尔加却只想痛快地打破她那灿烂的笑容 凭什么受尽宠爱的那个人是她 忽然一道声音传来 让沉浸在妒忌之中的海尔加回过神来 她是卡特莱因公爵家的小女儿迪尔利特 她估计只会围在我们身边打转吧 过几天就是我生日了 不如把她邀请过来怎么样 贵族社会可不是这么容易的 到时候她肯定会被大家拿来比较的 海尔加微微一笑 所以说她才会这么喜欢迪尔利特 因为她才是有眼光的人了 房间里 海尔加拿起了罗汉寄来的信 她不禁回忆起了小时候 那时的罗汉与她约定 不要忘了彼此 而海尔加遵守了那个约定 只是没想到 长大后的罗汉竟然成了没有人性的皇太子 打开信件之后 海尔加露出了笑容 今天的午餐看来罗汉也会来啊 这么有趣的是不知道母亲知不知道的 果然 餐桌上公爵夫人看到罗汉之后 神情立刻变得慌张起来 海尔加看向皇族们微微行李 初次见面 我是尤特利特家的女儿 希丽安娜 接着她朝罗汉灿烂一笑 再次介绍了自己 话说回来 罗汉和小时候的气质简直太不一样了 罗汉对其微微一笑 眼神里竟是让人捉摸不透的情愫 有什么要对我说的吗 希丽安娜 海尔加的失望一闪而过 随后她便表示自己失礼了 那句誓言在脑海里再一次响起 海尔加我一定会回来的 所以请你不要忘记我 海尔加恢复了往日的表情 真是可笑 原来只有她自己一个人记得那句誓言了 这是皇后开口了 还是罗汉的想法比较重要 不是定好的海尔加 而是和希丽安娜订婚也可以吗 这实在是太甜了 她是帝国人称杀人鬼的残暴皇太子 然而心中的挚爱却是公爵家的冒牌千金 她拥有着青绿色的瞳孔 眼角下还有一颗独特的纸 这个被称为帝国最好看的男子便是罗汉 15岁的她就达到了索德大师的境界 在无数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 面对皇后的疑问 罗汉表示只要是和尤特利特的女儿结婚 哪一个都无所谓 海尔加的心被狠狠地刺痛了 到头来大家都只想要那个真正的海尔加吗 接着为了给两人腾出独处时间 皇后让罗汉和海尔加出去说话 海尔加乖乖地跟在罗汉的身后 然而罗汉却注意到了她紧握着的拳头 那样握着拳是你的习惯吗 海尔加立刻松手绽放出微笑 看来是见到殿下不由的紧张了呢 罗汉将手伸了出去 语气有点像寻求安慰的小奶狗 用剑的手不知不觉就成这样了 可当看到海尔加面无表情时 罗汉自嘲一笑 还以为你会表现出关心吗 海尔加保持着灿烂的笑容 可我们今天是第一次见面了 然而罗汉的脸上却露出了玩味的微笑 我们今天真的是第一次见面吗 见海尔加还是不愿意暴露自己 罗汉吃笑出声 事情真是越来越有趣了 接着她让海尔加跟上 他们要一起去逛逛皇城 和罗汉的见面 海尔加比想象的要开心 除了那些偶尔看不懂的微笑 这让她不由怀念起了以前的罗汉 以前的她 总是能够轻易地看出海尔加的谎话 海尔加 你在我面前不用撒谎 我看你的眼睛就能够看出来 这看起来什么都懂的微笑 还是跟以前一模一样 可是现在的海尔加 已经不是以前那个迷糊的孩子 属于罗汉的那个海尔加 早在那个寒冷的冬夜 和如母一起死去了 即使罗汉看出了她是谁 想要离她而去也无所谓 现在的她已经有守护自己的能力了 因为她能够使用魔法 而这才是属于她的力量 这个力量一定能带她逃脱这个地狱 马车里 公爵夫人高高在上地审视着海尔加 她表示在结婚之前 海尔加依旧可以使用这个身份 但是在这之后 她就要变成西利安娜 而在这段时间里 海尔加要去教导西利安娜 这是必须要做的 海尔加没想到自己竟然能听到这种话 在拒绝之后 公爵夫人非常愤怒 你母亲的血液这么肮脏 我们还抚养你 你要懂得回报啊 你怎么能这么不知廉耻这么厚脸皮 海尔加的恨意已经达到顶峰 我为了得到认可付出了这么多 而你们却不付出努力就想将一切抢走 不知廉耻的是你们吧 可海尔加并没有说出口 她极力忍耐住自己 因为一旦闹掰 就会影响到她完美的复仇 她是公爵家的冒牌千金 努力得到的东西如今却要拱手让人 可海尔加还是照做了 因为这一切都是为了能够让复仇计划顺利进行 这几天海尔加和西利安娜一起上了很多课 礼仪教育基本常识 还有各种的学科 在内之中 西利安娜最喜欢的是骑马 比起用头脑 她觉得用身体做事更开心 然而海尔加却对此不屑一顾 把这样和贵族相差甚远的的孩子 打造成和她一样 这根本就是个笑话 看着手中的信件 海尔加嘴唇微微上扬 西利安娜 迪尔利特邀请我们一起去参加她的生日聚会 我最好朋友的生日 西利安娜能和我一起去就好了 这让西利安娜高兴极了 刚从马车上下来 这一家子就获得了所有人的目光 这和海尔加预想的一样 大家的关注点都在他们身上 看着惶恐不安的亲生女儿 公爵夫人明白了海尔加的用意 这次聚会的邀请函是海尔加做的吧 然而海尔加却是灿烂一笑一副好姐姐的模样 迪尔利特也对西利安娜很好奇 所以我认为这是一次很好的机会 而且也是一次贵族聚会的经验 公爵夫人咬牙切齿 看来你把我几天前对你说的都忘了呀 还是说你伤到脑子了海尔加 看着公爵夫人的表情海尔加很是满意 西利安娜在社交课上比较弱 你不是让我把学到的都交给她吗 技术可不能只在书本里学 母亲以前你不是对我说过 经验很重要吗 以前的你不也是这样对我吗 公爵夫人的脸色难看到了极致 西利安娜还有很多不足 我不是说过不能让她出去吗 说完她激动地抓住了海尔加 你胆敢把我的女儿毁掉的话 然而她话还没说完 就被海尔加叫住了 她淡定自若地表示周围很多人在看 言外之意就是如果不想丢脸就赶紧放手 公爵夫人忍住怒火 假装帮海尔加整理衣服 接着她还顺便问道 西利安娜有碰过剑吗 海尔加眼色一灵 她知道母亲以前是个骑士 以前的她为了让母亲开心也去学习剑术 然而没有母亲指导的她啥也不是 可现在西利安娜是因为是真的女儿 就轻易地得到了一切 母亲的偏爱 西利安娜轻而易举就得到了她最想要的东西 这一次的宴会上 她会让所有人看到她跟西利安娜的差别 一旁的金发男子看着面前的一切 她让身边的侍卫将东西拿去给海尔加 清风拂过发烧 金发男子青涩的眼睛露了出来 这是什么神奇的操作 明明长着一样的面孔 却有着不一样的命运 罗汉以阿斯兰的身份邀约了海尔加 然而却看到她满是伤疤的手 海尔加就知道面前的人是罗汉 看来考验演技的时刻要到了 海尔加端坐在罗汉的面前 明显不想挑明身份 还跟罗汉说了句好久不见 罗汉意味深长地笑了笑 确实是挺久的 接着还递给了海尔加一份甜品 看着面前精致的冰淇淋 海尔加馋了 她从来没有吃过这些东西 因为爱丽不允许 罗汉一直盯着海尔加 虽然这个对身体不好 但是对心情好 你还是吃一点吧 海尔加默默地拿起勺子 这是她第一次尝试吃甜品 入口即化的冰淇淋 让海尔加猝不及防地激灵了一下 甜腻的味道充满了口腔 是一种很奇妙的感觉 罗汉注意到了海尔加的手 每当辛苦的时候就会握紧拳头 然后指甲就会戳进手里 现在比以前还要严重 这么明显的把柄都暴露出来了 海尔加只想欺骗谁 罗汉故意询问道 你和你妹妹相处的还好吗 海尔加垂下眼睛 阿斯兰和妹妹订婚 妹妹就要离开了 妹妹离开之后我就是一个人了 到时候母亲就会切实地感受到 失去她的空缺 罗汉听着她的语气心中莫名心疼 她起身表示现在该离开了 说完还递给海尔加一个礼物 这个东西 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吃 心情肯定会变好的 但是希望你能一直开心 可以的话 不要去打开那个盒子 海尔加脸上洋溢着灿暗的笑容 这是她那么久以来 第一次绽放出真心的笑容 罗汉的嘴角不自觉地勾起 海尔加果然还是适合这样的笑容啊 从店里出来之后 海尔加伸了个懒腰 是时候去哪个地方看看了 说完便伸出手使用了魔法 这个魔法一旦开启 普通人是看不到她的 之后她去到了魔法街乌托邦 这里贩卖的东西都与魔法有关 海尔加在这里会很放松 因为附近没有母亲的眼线 买完所需要的东西之后 海尔加拿出了罗汉给的礼物 他将糖果放进了嘴里 甜蜜瞬间弥漫开来 是甜到发麻的程度呢 罗汉说的果然没错 她明明是真正的贵族千金 却像个土包子一样 手足无措毫无气质 竟然连一条裙子都撑不起来 爱丽看着面前手足无措的 西利安娜很是苦恼 裙子不合适并不是裙子的问题 而是因为西利安娜僵硬的动作 还有她不够优雅而强撑出来的笑容 明明和海尔加长得这么像 差异为什么就这么大呢 如果西利安娜在尤特利特家族长大 就不会成为这种土包子了 她一定会比海尔加做得更好 贵族和女佣的血统肯定是不一样的 爱丽正咬牙切齿了 海尔加就来了 这样一来对比就更加强烈了 迪尔利特这世也看到了海尔加 她连忙热情地招呼海尔加一起过 接着她愁眉苦脸地叹气 自己最近有些泡了 很多裙子都找不到合适的 母亲看到眼前的情景更加头疼了 凌瑞的海尔加发现迪尔利特的换了女仆 迪尔利特表示因为自己脾气太大 所以不小心对女仆发火了 母亲看到之后就把她换了 现在想想迪尔利特还是有些后悔的 虽然那个女仆经常偷偷地翻出宝箱 但是因为很合得来 所以迪尔利特一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海尔加握紧了手中的茶杯 贵族小姐一句话就能随便决定女仆的命运 这在贵族家里是常见的事 迪尔利特话说得好听 但其实连女仆的名字估计都记不住 如果迪尔利特知道了海尔加是女仆的女儿吧 迪尔利特肯定会离开她的吧 海尔加似乎已经看到了结果 这时迪尔利特将视线放到了西利安娜的身上 虽然俩人长得很像 但是一眼就能看出不一样 这是气质问题 海尔加对这番话很满意 自己确实和西利安娜不一样 注意到了这边的评价 爱丽脸色阴沉下来 她让海尔加离开这里 去给西利安娜那条裙子 否则再这样下去 自己的亲生女儿就要被比下去了 海尔加乖乖地离开了座位 看到西利安娜之后她夸赞了西利安娜 然而西利安娜却很恐慌 因为这条裙子是她三年的生活费 海尔加真的很想嘲笑眼前的这个土包子 母亲你好好睁大眼睛看看吧 你有多期待真正的女儿 到头来就会有多失望 西利安娜 由现在开始 慢慢地展现我们的差异吧 明明都是公爵家的女儿 俩人气质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在社交场海尔加早已游刃有余 反观西利安娜 初来乍到的她慌乱地像一只小白兔 迪尔利特的生日宴会到了 宾客们的目光却全部锁定在了海尔加和西利安娜身上 因为俩人戴着面具长得又太像 甚至有人把西利安娜认成了海尔加 西利安娜看着前来搭讪的人很是慌乱 她不知道自己应该说些什么 好在海尔加及时地出现帮她解围 看着在社交圈谈笑风生的海尔加 西利安娜由衷地感到羡慕 一瞬间海尔加周围就聚集了很多人 大家都是冲着她去的 西利安娜不免失落了 和海尔加比起来自己什么都不是 就在这时海尔加的朋友们来了 然而看到俩人的一瞬间 他们也猛了 到底哪一个才是海尔加 好在好闺蜜迪尔利特及时赶到 她是能够一眼就认出海尔加的人 迪尔利特热情地邀请海尔加一起去吃晚餐 西利安娜很是不安 海尔加要走了 自己要跟上去吗 可犹豫了一会 西利安娜还是决定不一起去了 她不能太依赖海尔加 自己也应该学会独当一面了 海尔加走后西利安娜背后炙热 她觉得大家的视线都聚集在了自己的身上 就在这时有几位贵族小姐来了 他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跟西利安娜聊着 但在他们的话题中 提到的最多的人就是海尔加 也因为了解海尔加 西利安娜和大家聊得很开心 在他们的口中 西利安娜得知自己竟然要和皇太子订婚了 而且原本皇太子的订婚对象是海尔加 这可把西利安娜吓坏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可是她现在不能否认 这样会丢家族的脸 她只好表示自己只是听从了海尔加的话 这一切都是海尔加的意思 然而她却没注意到一旁的罗汉 她不动声色地笑了 竟然把责任都推给了海尔加 不过这也算是应对危机最好的办法 虽然她很不满意西利安娜把海尔加牵扯进来 但是看那孩子一副天真的样子 想必这一切都是公爵夫人的意思了 罗汉边想边大步往露台走去 她看着面前的月色 就在这时海尔加的声音传了过来 仅仅因为一颗糖果 恶女暗暗对皇太子许下了芳心 莫名的情愫在心中滋长 就连在宴会上收到了罗汉的邀请函 海尔加嘴角都抑制不住微笑起来 不久前 海尔加被好闺蜜迪利特尔邀请一起共进晚餐 不过迪利特尔为了避免发泡 只能看着海尔加吃了 海尔加也不亏是好姐妹 直接让侍女拿出了自己准备的生日礼物 箱子缓缓打开 迪尔利特的脸上瞬间露出了难以掩饰的惊讶 这里面竟然是一根三大家族始祖的魔法杖 在历史书中也曾出现过 很是出名 给迪尔利特的是过去卡特莱因十足使用过的魔法杖 三大家族中卡特莱因公爵受到最差待遇的理由 就是因为丢失了这只魔法杖 所以这比起说是给迪尔利特的礼物 可以说是给迪尔利特家族的礼物 这样卡特莱因受到最差待遇的情况也就结束了 迪尔利特对这个礼物简直就爱不释手 他不知道海尔加是花了多大功夫 才找到了魔法杖 海尔加眼嘴笑了起来 迪尔利特凭借这个肯定能够大方一彩的 所以哪天如果他需要帮助 希望迪尔利特能来帮助自己 就在这时侍女帝给了一张纸条 这是神秘糖果人送来的 海尔加会心一笑 这个人一定是罗汉 迪尔利特好奇极了 他想知道这个人是谁 但海尔加没有说出来 因为这是属于他们俩人的秘密 来到阳台后 罗汉已经在这里等候多时了 海尔加缓缓地说到糖果还剩下很多呢 罗汉被誉为杀人魔 可是脸上此刻却露出了无比温柔的笑容 不需要太多糖果真是万幸 那么现在可以给我一下你的手吗 海尔加紧张地将手伸了出去 为了防止罗汉通过伤痕观察自己 他已经戴上了手套 谁知此刻他的手套却被罗汉摘下 不顾海尔加的挣扎 罗汉握紧了他的手 接着从口袋里拿出了自己精心挑选的手套 温柔地给海尔加戴了上去 海尔加的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 眼泪竟然也不自己地掉落了下来 原来这就是被人关心的感觉吗 戴完手套之后 罗汉就要离开了 临走前他帅气地回眸 以后需要糖果的话随时跟我说 不一会儿 侍女前来报备 希丽安娜已经回府了 海尔加沉思着 希丽安娜并没有提前回府的理由 大概是他不在的期间 希丽安娜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情吧 她是被调包的公爵之女 原属于她的荣华富贵却被另一个人代替 现在她的母亲更是逼迫她换掉名字 因为公爵夫人爱丽觉得 希丽安娜是个下贱的名字 只有海尔加这个名字才属于她的女儿 希丽安娜不免语气激动 她气愤地质问着母亲 为什么要让她跟海尔加姐姐换名字 而刚刚赶回府宅的海尔加也听说了这件事 难怪希丽安娜回来得那么早 母亲还是太小看社交圈了 要知道换未婚妻那可是现在的热门话题啊 房间里的希丽安娜早已泪流满面 我代替海尔加 海尔加成为我 那是像话的事吗 谁知爱丽听完之后勃然大怒 她面色猙獰地大叫着 海尔加那个名字本来就是属于你的 还有海尔加也同意这件事 就在这时海尔加来了 希丽安娜委屈巴巴地回头 眼泪早已经溢出眼眶 海尔加愣住了 这是哭了 她都要成为海尔加了 还有什么好哭的 她回来就是为了抢走所有东西 哭成这样可就犯规了呀 希丽安娜的心里充满了愧疚 自己怎么可以成为海尔加呢 海尔加强忍住心里的怒意 她开口安慰道 希丽安娜你不要这么想 我们是姐妹不是吗 其实是希丽安娜帮了我的忙 海尔加这个名字对于公爵家是不能少的 所以海尔加要继承家门 而我和黄太子是真心相爱的 海尔加是必须继承公爵家的名字 但是其实我想和黄太子结婚 所以虽然对不起希丽安娜 但你可以用我的名字好好承担起公爵家吗 这番话让希丽安娜如是重负 原来自己这是在帮助海尔加呀 她认真的看向海尔加向其保证 我一定不会让海尔加失望的 海尔加的脸上保持着灿烂的微笑 仿佛希丽安娜帮了她大忙一样 然而内心里却对希丽安娜厌恶至极 真烦啊 自己为什么要照顾希丽安娜的情绪 明明自己才是受害者 可她竟然还要安慰加害者 傻傻的不知道自己是罪人的希丽安娜 以及这卑鄙的公爵家 全部都太烦了 房间里 海尔加正在看报纸 然而她却意外发现身后的侍女希丽安娜竟然识字 那也就是说之前自己所受到的信件 希丽安娜全部都看到了 希丽安娜害怕的都要哭了 她发誓自己对海尔加一定是忠心的 因为小时候海尔加曾救过希丽安娜一命 那带金币成为了她报恩的理由 希丽安娜认真地看向海尔加 我一定会永远站在小姐这边的 海尔加笑了起来 那我就相信你好了希丽安娜 这个男人太坏了 明明第一眼就认准了心爱的女孩 却不愿意戳破身份 因为罗汉觉得偶尔痘痘沉闷的海尔加 也是很有趣的 不久前罗汉给希丽安娜寄去了信 当然她的目标肯定是冒充希丽安娜的海尔加 真正的希丽安娜还傻傻地羡慕着姐姐的爱情 她满眼星星看向海尔加 为了姐姐的爱情 她会努力成为姐姐所期望的海尔加 听完这番话 海尔加的心情更烦躁了 诚实地说出爱的样子真的很迷人 可是希丽安娜你到底是没有眼色 还是故意说这些话的吗 不过不管是什么样 希丽安娜都让人讨厌 海尔加离开之前 艾力拍了拍海尔加的肩膀 走出这个门的瞬间你要记住 你是希丽安娜 如果失误导致和皇室家族关系破裂 那你得负全责 餐厅里 罗汉的嘴角挂着玩味的微笑 好久不见了我的未婚妻 海尔加露出职业假笑 你好殿下 我迟到了吗 罗汉摇了摇头 是我比约定时间早来了二小时 因为我觉得有必要等等他 等待了四年的你心情如何 我觉得我有必要去感受一下 海尔加的脸上保持着微笑 刚想说没关系 好在他及时反应过来 因为他现在的身份是希丽安娜 根本没有等罗汉四年 罗汉快要笑出来了 他赶紧给了海尔加台阶下 表示自己把他们俩人弄红了 罗汉撑着自己的脑袋 不过这么看来你们确实不一样 海尔加的微笑和你不一样 你回去之后可以问问海尔加吗 等了四年 却听到我和希丽安娜结婚 不知道他的心情如何呢 海尔加的手控制不住地捏紧了裙子 什么心情罗汉你清楚 就像是装满了糖果的铁盒被抢走了的感觉 坐下之后 窗外立刻传来了欢呼声 底下竟然又有个和罗汉极其相似之人 而平民们根本不知道这个人是冒充的 还在下面欢呼着皇太子万岁 罗汉的笑容意味深长 其实如果认真看的话 真的和假的完全不一样啊对吧 回来之后想第一个对海尔加说对不起 这话让海尔加愣了 那些对待他做出更过分事情的人 才应该说对不起 可是他们并没有这么做 而罗汉只因为离开了四年却感到抱歉 罗汉转过头来继续说道 比起这个现在更重要的是要给你的手上药 海尔加的脸色瞬间凝固起来 他告诉自己的心不要动摇 看着海尔加僵硬的脸色 罗汉叹了口气不再强求 可是那该死的公爵家到底对海尔加做了什么 青梅竹马的小狼狗生气了 自己捧在手心上的挚爱 竟然在自己离开的四年里受尽了欺负 罗汉脸都要黑了 自己就不应该放任海尔加独自一人四年的 心疼的罗汉想要弥补海尔加 只要他想要的自己都会满足他的 海尔加慌了 罗汉刚刚叫了他的名字 原来他一开始就知道吗 罗汉轻抚着海尔加的手 你不要再说谎了海尔加 为什么每次见面都要留下指甲印 小时候的你也总是这样 这话换回了海尔加不愿意回想的记忆 那是第一次被关进阁楼的日子 那天海尔加哭得眼睛都肿了 明天是要和妈妈一起去皇太子的册封仪式 但海尔加不想去 因为每次聚会回来妈妈都会变得很可怕 而且自己也总是失误 会丢家族的脸 这件事被艾力知道之后 艾力又是一顿输出 她的眼神像刀子一样刺在海尔加的心上 在艾力的命令下 侍女们一拥而上 将海尔加关进了小黑屋 并表示在停止哭泣之前不能出来 那个时候的海尔加明白了一件事 哭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在如母的怀里 海尔加麻木地表示 自己想去参加聚会了 就这样 海尔加变成了艾力的傀儡 她不允许海尔加失误 否则后果自负 宴会上 小小年纪的海尔加就已经会察言观色了 她乖巧地待在艾力的身边 脸上保持着礼貌的微笑 享受着对方的称赞 她按照母亲的要求来到皇太子身边 优雅地朝罗汉行礼 罗汉很是关心海尔加 不仅问他有没有吃饭 还想要给他糖果 而海尔加的表情已经变得麻木 对任何东西都提不起兴趣 罗汉凑到他的耳边悄悄地询问 那你为什么哭了吗 海尔加紧张环顾了下四周 现在他最害怕听到这个字 罗汉知道他无所适从 便带他到了室外 现在你可以告诉我你为什么哭了吗 海尔加慌乱地表示自己没哭 手不由自主捏得更紧了 罗汉心疼地轻抚着海尔加的手让他放松 总是哭和弄伤手 这样是不行的 你总是哭我就不能安心离开了 海尔加担心起来 你要去哪 罗汉面带微笑地说道 战场 那时候的罗汉平静地可怕 没人能想象他仅仅只有13岁 为了那个挚爱的女孩 他愿意为其奉献一切 罗汉无比认真的看着海尔加 告诉我海尔加 我要给你什么才行 我愿意为了你做所有事 海尔加的双眼变得麻木起来 他已经不是以前那个幼稚的女孩了 现在的他有着自己的目标 那就是完全摆脱母亲的影子 没时间依靠罗汉的感情 所以海尔加只是淡然一笑 如果为了我请什么都不要做 罗汉并没有继续紧逼 而是温柔地亲吻了他的手 并表示海尔加的想法如果改变了的话 随时可以说 海尔加依旧保持着礼貌的微笑 内心却告诉自己不要因为感情而动摇 更不要对罗汉抱有期待 自从这次见面之后 罗汉再也没有提过海尔加的真实身份 之后俩人各自过着忙碌的生活 海尔加也选择把罗汉藏在心底 他来到了艾莉的房间 一进门艾莉就询问海尔加飞船的是运行怎么样了 海尔加表示自己今天需要去看看 而且是以海尔加的名字出去 而不是西利安娜 艾莉也清楚 现在自己的亲女儿西利安娜还拿不出手 所以只能同意海尔加的提议 得到允许之后海尔加自嘲地笑了 想要用自己的名字外出还要被允许 说出去简直笑掉大牙 而且到现在艾莉还在相信 西利安娜可以代替海尔加 他到底哪里来的自信 海尔加没有说话 而是趁着这次机会去了飞船研究基地 刚到门口雪莉就出来迎接了 同时他也带来了个好消息 是运行成功了 你不知道我有多开心 果然小姐真的很厉害 以后我会更加努力研究的 海尔加也觉得很高兴 之后制造的飞船将加上研究院雪莉的名字 其实在最初的飞船中 是以海尔加的名字命名的 这对尤特利特来说也是一种荣幸 正是因为这样 艾莉才会更加执着于海尔加的名字 这代表的是一种荣誉 可是如果他在结婚前 作为真的海尔加在这个世界上消失呢 这一切就会变得不一样了 就在这时雪莉握住了海尔加的手 说要去看一样东西 他一定会很高兴的 海尔加被雪莉的笑容感染了 自己以后离开公爵家的时候也能这么笑吗 那时如果所有人都感到后悔 感受到失去他的空缺 或许自己就可以这么开心的笑了吧 那天如果可以快点到来就好了 他努力了16年 只为了得到母亲的爱 然而下场却是连自己的名字都被抢走了 看着雪莉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海尔加的心脏 她的心里说不出的胆动 母亲把她的名字抢走了 可现在却有个人深刻地记住了自己的名字 这种感觉还真是让人开心啊 海尔加灿烂地笑了 谢谢你雪莉 这是你的想法吗 雪莉回答道 这是大家的想法 这里的人都想着是因为小姐才做的 所以才要以你的名字命名 要成为海尔加一样亲切温暖的飞船的心脏 海尔加的眼神变得柔和起来 自己在别人眼里竟然是亲切温暖的 接着她询问雪莉 下一次是运行在什么时候开始 雪莉表示会在西莉安娜的婚礼上进行 她会用飞船做一场花语 毕竟这可是海尔加妹妹的订婚典礼啊 海尔加强忍住心中的厌恶 然后灿烂地笑着 表示从天而降的花语肯定很浪漫 之后海尔加拜托了雪莉一件事 接着便离开了基地 时间来到订婚仪式的三天前 自从那天出门之后 海尔加再也没能出去过 大概是订婚仪式快到了 爱莉很不安 所以一直让海尔加待在西莉安娜的身边 西莉安娜在花园里一阵寻找 接着将手中的东西递给了海尔加 这是我夏天最喜欢的花 很适合海尔加呢 海尔加冷漠地看着这一切 自己在尤特利特以最佳条件长大 结果却要成为这个没教养的西莉安娜 在海尔加的眼里 西莉安娜就是泥地里的野花 不过计划快要开始了 海尔加并没有被情绪左右 而是依旧保持着好姐姐的人设 夸赞着西莉安娜手中的花朵 海尔加认为 这并不是说谁对谁错 而是说西莉安娜绝对不能代替自己的位置 西莉安娜总是在夸赞着海尔加 她真的很羡慕海尔加 又有能力又好看 海尔加对于这种评价早已见怪不怪 自己比西莉安娜优秀 这是谁都明白的道理 可为什么母亲就不知道呢 夜晚 艾莉看着手中的信件很是烦躁 皇太子又要求见面了 可是自己的女儿却还是没能独当一面 看来这次又只能派出海尔加了 养了16年的女儿是个假货 可自己的亲生女儿竟然逊色于海尔加 这让艾莉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可她不得不再次派出海尔加 看着面前优雅的海尔加 艾莉告诉她 明天皇太子要和她见面 一定要注意言行 海尔加微微一笑表示收到 刚要退下艾莉却开口了 看来你最近过得很安稳啊 对于代替西莉安那件皇太子这件事也没有不喜欢 终究是醒悟了你自己的位置吗 海尔加这一次并没有忍着 母亲看来如何呢 看起来像是知道了自己的位置吗 我说的那个人是西莉安那 不知道自己位置的难道不是他吗 你真的以为那个孩子能够带领公爵家吗 和他比起来万幸我更清楚自己的位置 我非常了解自己能做多少 没什么话要说的话我就先走吧 这一番话让艾莉勃然大怒 下见的东西 你竟敢如此不知分寸 海尔加的心早已冰了 这些话就是对自己16年女儿所说的话吗 自己会好好记下的 不过他也同时也会转达那个孩子 那句知道自己分寸的话 坐在马车上的海尔加思考着 到底什么时候消失才是好时机呢 果然还是订婚仪式那天要好一点 那天他会一直在罗汉的身边 不会有人来为难他 订婚仪式结束后 罗汉送他回去的那一瞬间 那时他将会是自己一个人了 坚持住吧 很快就要和尤特利特说再见了 餐厅到了 这是首都最浪漫的地方 不论是哪个女孩 都想在这个地方受到求婚 看着朝自己缓缓而来的罗汉 他希望这件事不要发生 罗汉看着面前的海尔加柔声询问 最近过得好吗 早餐吃了吗 我们进去再说吧 海尔加刚坐下 罗汉立刻单膝跪地 20岁成年那天我想向你求婚 没想到这么快就求婚了 罗汉温柔地亲吻着海尔加的手背 我不是想要和你结婚 而是想要你给我能守护你的机会 接着罗汉拿出了小礼盒 礼盒缓缓打开 里面是一枚闪闪发光的戒指 这并不是真正的订婚戒指 这是属于俩人之间的约定和承诺 聚餐过后 海尔加看着手上的戒指发呆 自己的内心会被动摇吗 在这之后的第二天 海尔加收到了罗汉送来的礼服 这个女人太疯狂了 明明要和青梅竹马兼帝国皇太子订婚 幸福生活就在眼前 然而女人却打算在订婚当天逃跑 看着面前罗汉送来的礼服 海尔加垂下了眼眸 罗汉果然很了解她 比起纯白色的礼服 她更喜欢像白色的礼服 比起用华丽的钻石装饰 她更喜欢端庄优雅的珍珠 还有这双罗汉特别定制的鞋 因为她长期穿高跟鞋脚很不舒服 这么矮的跟肯定也是为她量身打造的 海尔加对这一切都很满意 看完之后海尔加坐在了镜子前 谁知艾莉却忽然上门了 她静止走了进来 接着猛然握起海尔加的手 手掌的痕迹很明显 海尔加顿时紧张起来 生怕母亲发现什么 然而艾莉看了一会之后却偏过头去 嘱咐海尔加明天要好好做 然后回来之后好好聊聊天 之后便转身离开了房间 艾莉走后 海尔加盯着自己的手掌出神 刚刚她似乎从母亲的眼神里看出了担忧 这是母亲第一次来到她的房间 也是第一次摸她的手 不过这些都不重要了 手里握着帝国金链的尤特利特 这将是光荣的过去 等海尔加离开之后 老鼠们会把财物分光 那只中最大的老鼠将是父亲 从小海尔加就没见过自己父亲在家待过三天 所以私生子只有一个还是蛮神奇的 那个人经商的事业一共有四个 但以他的头脑不出意外会倒闭的 尤特利特没了海尔加最终一定会垮掉 其实海尔加内心也知道 母亲也是失去了孩子的受害者 但不管怎么样还是带着庸人的女儿 也正是因为如此 每当遇到令人心寒的事实 海尔加都会在心中默念 即使如此母亲还是没有抛弃自己 海尔加深刻地意识到 自己对母亲是爱着的 所以这些痛苦她也要让那些人尝尝 还有最后请一定要幸福啊母亲 订婚仪式到了 罗汉看着楼下的海尔加 眼睛里满是星星 天气那么好 今天会有什么好事发生吗 这是一场让人羡慕的世纪订婚典礼 尊贵的皇太子和貌美的贵族千金般佩计了 然而没人会想到这一切都是海尔加的计划 他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今天之后 世上就不会有海尔加了 飞船高高地飞在天上 无数的花瓣从天而降 倾洒在俩人的周围 罗汉含情默默地看着面前日丝夜想的人 可现在却不能说出他的真实性命 西里安娜 这花语是你做的吗 海尔加微微一笑 这是姐姐给我的礼物 戏要做就做全套不是吗 罗汉伸出手 连天空都在祝福我们呢 海尔加也伸出了手 俩人在众人的见证下缓缓走入礼堂 海尔加嘴唇勾起 真是有趣 在所有人都笑着祝福的情况下 唯一表情各异的反而是女方的佳人 交换戒指后 罗汉轻抚着海尔加的头发 这个瞬间我想象过几次 说完便将头凑了过去 亲吻了呆滞的海尔加 嘴唇恋恋不舍地松开 铁血杀手罗汉露出了最柔情的一面 甚至脸颊也微微通红 就这样 甜蜜的订婚典礼结束了 现在该回家了 一切都该结束了 就在这时罗汉露出了耐人寻味的微笑 我还有一件事要说 对不起海尔加 怕你骂我所以我提前道歉了 说完罗汉再一次在海尔加没有防备的情况下 温柔地吻了上去 刚才你看起来很淡然无味 所以我很委屈 海尔加顿时脸红心跳 露出了让罗汉满意的表情 罗汉这才放过他 邀请他一起走了进去 看着罗汉离开的步伐 海尔加心跳不已 这些到底是什么虎狼之词 可心动过后便是离别 眼泪缓缓流出 是时候再见了 这瞬间他回想起了乳母 其实乳母葬礼之后 他一次也没去看望过 因为不能在乳母面前堂堂正正之前 他都不会去 等到自己感受到幸福的瞬间 他一定会笑着去找乳母的 这也是他和乳母的约定 所以现在自己需要好好休息了 海尔加急切地奔跑着 他要在罗汉发现之前逃走 西耶娜已经在等着他了 这次逃跑他不会带上这个侍女 所以海尔加给了西耶娜很多的钱 披上斗篷海尔加大步走去 自己一直以来都是仰头看着公爵家 现在终于有一次是背对着了 海尔加绝对不会原谅公爵家 对自己做的事 自己也绝对不会回来的 男人红着脸摸着嘴唇 回味着刚才与未婚妻的甜蜜一吻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 自己的未婚妻早就跑了 罗汉还在心里想着 明天还是后天和海尔加一起吃饭好了 虽然现在要喊他西里安娜 但是只要能和他在一起喊什么都无所谓 下了马车 骑士们就已经成群结队地恭喜罗汉了 然而就在他沉浸之时 一个骑士带来了一道晴天霹雳 那就是海尔加失踪了 这话让罗汉原本喜悦的表情瞬间将冲 脸色更是黑得可怕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而另一边 海尔加已经用瞬间转移的魔法 来到了被称为帝国第二首都的希拉利安 闻着大海的味道 海尔加的心情愉悦了不少 这是全帝国仅次于首都的大都市 离首都非常的远 即使起码从首都来这里也要半个月的时间 要不是自己学过了魔法 也不可能来这么快的 而且公爵家肯定也不会想到他去了这么远的地方 海尔加仔细地感受着海风 到现在才有种活过来的感觉 更让人满意的是 这么晚了还有店没有关门 海尔加随便进入了一家店 表示自己需要方便穿的衣服 老板立刻上下打量起海尔加 包裹得这么紧 还需要方便穿的衣服 估计是逃难的贵族吧 这类人基本上都很穷 然而下一秒他便啪啪打脸了 因为海尔加早就看穿了他的心思 刚好海尔加什么都不多钱最多 他随意地掏出一袋金币放到老板面前 老板哪里见过这么多钱 态度一下子360度大转弯 海尔加很满意 在这里人们的判断标准不是高贵的身份 也不是出众的名誉 只有钱才是王道 这也是他选择来这里的原因 这边的海尔加心情好极了 可另一边的罗汉却要疯了 为什么到现在还找不到海尔加 尤特利特家族金发红铜的特征明明这么明显 而且海尔加也不会使用改变头发颜色的魔法变状 因为那是只有皇室才能使用的特权 可如今哪里都没有海尔加的踪迹 他到底去了哪里 罗汉不由苦笑出声 海尔加 你是要把我搞疯吗 这个男人要疯了 自己心心念念了四年的未婚妻 竟然在订婚典礼结束之后逃跑了 罗汉知道 海尔加一直在隐藏自己的处境 在家族里受到什么样的带领 别人是看不到的 所以罗汉觉得公爵夫人很笨 不知道海尔加的价值就随意对待他 而罗汉认为自己和其他人不同 他可以叫海尔加 只要订婚仪式之后 他就可以把海尔加救出来 但是如今海尔加却消失了 他觉得自己凶闷得要裂开了 尽管再怎么心急如焚地寻找 罗汉都很清楚地知道 他是不会再回尤特利特公爵家了 海尔加的消失让公爵和艾利都很头疼 公爵此刻勃然大怒 不停地责怪着艾利 而艾利更是咬牙切齿 一边是催人的皇太子 另一边如果发布寻人启示 那么以后换名字这件事更是男上加男了 艾利告诉自己不能动摇 只不过是一个女佣的女儿消失了而已 是海尔加没福气 给了他一个皇太子妃之位还不知好歹 现在最重要的也是这个婚约 如果海尔加不见了 代替他嫁给罗汉的就是西利安娜 艾利可舍不得把自己的宝贝女儿嫁给冷血杀手 本以为被抢走的东西都能归位 没想到还是被海尔加毁了 离婚里还有一个月 和皇太子结婚后的生活就在眼前了 不管怎么样都不能把西利安娜送出去 为了西利安娜 必须在一个月之内找到海尔加 一次都没有在外面过的孩子 他倒要看看海尔加能坚持多久 艾利告诉自己再等两周时间 两周之后海尔加一定会可怜兮兮地回来 为了掩人耳目 艾利动手写了一封信 信中表明海尔加一切安好 只是因为生病了所以不方便出面 并让人交给了皇太子 等海尔加回来 他一定会让海尔加还债 就在这时西利安娜来了 此刻的她有些坐立不安 她犹豫了许久开口道 母亲 海尔加不会被绑架了吧 艾利的眼神一下子冰冷起来 把西利安娜吓了一跳 屋内的氛围也变得很尴尬 侍女们大气都不敢出 艾利黑着脸让他们都出去 接着微笑地看着自己的宝贝女儿 将她抱进怀里 艾利告诉西利安娜 海尔加是不会有事的 现在最重要的是 作为西利安娜的她不能露血 不能丢家族的脸 西利安娜听完后点了点头 自己一定会好好努力的 另一边罗汉也收到了信 刚看完她便杀气腾腾起来 真是大胆 公爵家难道是想一手遮天吗 16年来对冒牌女儿艾达不理 如今海尔加远走高飞 这下艾利着急了 本以为海尔加会灰溜溜地回来 没想到竟然不是 而且就算在暗中寻找 也完全没有踪迹 因为飞船事业而访问公爵家的人 全部都只找海尔加 虽然目前以身体不是唯有拒绝 但在这样下去 大家肯定会察觉到 一定要撑到希丽安奈把一切东西学会 还是先把飞船事业解决吧 那样肯定能赚很多钱 抱着这样的想法 艾利决定亲自出马解决这件事 文外的侍女们议论纷纷 换作她们是海尔加的话 肯定也会离开的 难道那个传闻是真的吗 海尔加不是公爵夫人的亲生女儿 就在这时教授出现了 她亲生咳嗽提醒女仆们不要乱说话 接着便走了进去 看到教授来了艾利笑容满面 自己女儿学习的速度应该快起来了吧 教授面露难色 希丽安娜小姐在政治和外交以及事业方面 可以说是毫无天赋 艾利的表情僵住了 你们不是答应过 会在约定的时间内 打造一个完美的希丽安娜吗 教授对此也很是头疼 他们也没想到希丽安娜的速度这么慢 而且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要是想和海尔加小姐达到一样的水准是不可能的 这番话惹得艾利拍而起 够了 你的意思是说我女儿教养不够吗 但敢说出这样的话 而且拿了钱还不办事 她的女儿怎么可能会比女佣的孩子差 艾利的眼神像刀子一样 不管用什么手段都给我办到 能够带领尤特利特家的公爵女儿只有她一个 一定是教书的人太差劲了 自己的女儿肯定什么都能做到 一定不会比海尔加差的 因为海尔加而烦恼的人不止艾利 另一边的罗汉也同样心急如粉 然而更多的却是担忧 一声不吭的就离开了 自己像个傻瓜似的什么也不知道 为了能够快点守护海尔加 她不顾母亲的反对 在没有彻底了解公爵家时 就和海尔加订婚了 可是现在的海尔加和自己想象的很不一样 她变得强大了 也让罗汉感到害怕了 平时养尊处优的她现在一个人生活 不知道过得怎么样了 不管怎么样 请一定要平安 你见过这么豪气的私生女儿 零花钱随随便便就是十几亿 所有的家产加起来更是数不胜数 现在海尔加更是阔绰地要买下一家店 就在刚刚 海尔加一个人在街上走着 在这里不会有人喊她的名字 她缓缓地往长椅上坐下 在撩头发的时候 海尔加忽然意识到 自从罗汉回来之后 她掐手掌的次数都变少了 现在的她已经不需要手套了 谢谢你罗汉 希望你也能过得很好 丢掉手套之后 海尔加来到了一家陈旧的店 面前的白发男人都震惊了 这家店随时都会破产 每天也没人光顾 现在竟然会有人来买东西 海尔加微微一笑 我们坐下来好好聊聊吧 时文打量着貌美的海尔加 这个女人为什么要买一家 快要倒闭的店 她好心提醒道 如果买这家店想要赚钱的话 还是放弃吧 这家店可是在这条街上出了名的 东西贵又没什么东西买得索来你 海尔加表示没关系 这些自己都知道 时文也扭不过她 只好先介绍了自己的名字 海尔加的神色暗淡下来 我的名字是 西里安娜 时文也不忍心坑面前的女孩 只看店的外观 或许你觉得可以很便宜地买一下 但其实不是的 店里的东西都很贵 所以不能便宜卖 按市价来算的话 比其他的商铺还要贵 虽然我的内心很想卖掉这家店 但是店很贵根本卖不出去 但是又怕关上门后客人找来 所以只能在这里虚度光阴 海尔加没有废话 而是拿出了一个袋子 时文缓缓打开 里面竟然是金灿灿的金币 他不由地张大了嘴巴 没想到面前的人竟然是个富婆 海尔加询问道 这程度的话买下这家店足矣了吧 时文顿时喜笑颜开 有了这钱自己可以立刻从这里滚出去 把这家店拱手相让 海尔加又拿出了一袋金币 我还有个条件 接着在时文疑惑的表情下 海尔加打了个响指 布满灰尘的店里顿时焕然一新 海尔加帅气地撩了撩头发 时文 你要和我在这里一起工作 时文看呆了 跟美女在一起 能做什么工作 男人的梦想是当自由人 然而现在却选择留下来当打工人 不为别的 就因为海尔加给的实在是太多了 海尔加看着面前的契约 心中还是很满意的 这是比很不错的买卖 离开公爵家之前 他考虑过很多的城市 这家店便是他选择的理由之一 因为这家店的价值 他比谁都清楚 很多人都不知道 这家店是赛金公爵家 直系后裔石文的店 赛金的后裔中拥有 最强魔力的是索莱米奥 他用自己的名字命名了这家店 如果给这家店那些 破旧的魔法工具注入魔力 那些数值会超过数以 现在这些都是属于他的 躺在沙发上 海尔加喜笑颜开 好久没有这么清风了 看着辛苦打扫的石文 他应该不知道 自己是赛金的血脉吧 所有的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 帝都那些人 应该还在追查空的飞船吧 这家店虽然很旧 但是价值很高 也是他的新起点 帝都内 罗汉已经愁坏了 本来以为自己对海尔加很了解 结果他才是被蒙在鼓里的那一个 还有海尔加与尤特利特之间的秘密 他也不知道 他和希莉安娜之间的事情 自己也不知道 沉下脸来的罗汉派出手下 去调查尤特利特的事情 海尔加演的希莉安娜 一直都是单纯开朗的样子 想到这里 罗汉写了一封信 派人瞒着公爵夫人交给公爵 还有明天他要和自己的未婚妻见面 府宅内的公爵看着性大发雷霆 皇太子明天就要见未婚妻 可如今海尔加失踪了 这到底该怎么办 海尔加那该死的家伙消失了之后 就没有一件好事 把庸人赶出去之后 公爵逐渐镇定下来 比起不服管教的海尔加 温顺的希莉安娜 更适合皇太子妃的位置不是吗 那个光荣的位置必须由尤特利特家族掌握 所以不用这么着急 一切顺其自然就好 接着他露出了可怕的笑容 去把希莉安娜叫来 我有好消息宣布 他本是公爵家的正统千金 却被女仆的孩子代替了位置 可希莉安娜并不怨恨海尔加 反而在海尔加离家出走后日日担心 本以为父亲找自己来是有了海尔加的消息 没想到公爵却表示海尔加并不重要 还让希莉安娜不要对海尔加浪费感情了 现在眼前最重要的是皇太子的邀请 他明天要见自己的未婚妻希莉安娜 希莉安娜愣住了 什么叫做海尔加并不重要 冷血的公爵不懈地笑着 对于他来说目前解决和皇室结婚这件事 才是最重要的 希莉安娜 你也知道这是家门活下来的唯一方法 你就去当太子妃吧 只有你去了皇室才不会有别的问题 希莉安娜忽然理解海尔加了 他究竟是怎么生存下来了 不论是父亲还是母亲 都像是没有感情的机器人一样 而他则是被摆弄的木偶 当时他还傻乎乎地询问海尔加性不幸福 而海尔加却笑着表示自己很幸福 他当时到底是什么心情呢 希莉安娜乌孽起来 一直等到找到海尔加不就可以了吗 告诉皇室实话 然后拜托等待就好了呀 公爵着急地解释着 皇室是不会等太久的 他们一定会在海尔加回来之前找到其他人选 希莉安娜的三官再一次被刷新 殿下竟然会选其他人吗 可海尔加说过他爱皇太子殿下 爱到抛弃了自己拥有的一切 希莉安娜内心坚定 海尔加一定会回来的 可如果他回来看到殿下和其他人结婚的话 一定会很伤心的 所以希莉安娜决定 不能让别人抢走海尔加的位置 皇太子自己一定会守护好这个位置的 另一边 爱丽得知自己的宝贝女儿 竟然要嫁给嗜血的皇太子后 勃然大怒 这个混账公爵 竟然让希莉安娜去当皇太子妃 把他的女儿送进了地狱 简直不可原谅 爱丽气喘吁吁地冲到了公爵的房间 你是疯了吗 你怎么能让希莉安娜成为皇太子妃 刚刚才回家的孩子 你居然对他做出这种事 公爵完全不觉得愧疚 那个孩子也要承担起家族的任务不是吗 这番话让爱丽想到了海尔加 只要找到了海尔加一切就会迎刃而解 她走到写字台前写下了一份文件 不管怎么样 自己的女儿是要留下来继承尤特利特家族的 代替了自己十几年的假女儿跑路了 她身为公爵家真正的女儿 如今却要嫁给传闻中嗜血可怕的皇太子 爱丽怎么会舍得自家宝贝女儿受这种苦 只要明天希莉安娜去应付一次皇太子就好了 她是不会让希莉安娜嫁给皇太子的 现在她已经派出了尤特利特家族的骑士 一定可以找回海尔加的 尤特利特的骑士没有失守过一次 为了安慰单纯的女儿 爱丽面带微笑地表示自己也很想念海尔加 然而希莉安娜不用想就知道妈妈在骗人 她根本就不爱海尔加 可希莉安娜只能按照爱丽说的去做 第二天希莉安娜打扮得像精致的精灵一般 自己今天一定要帮助到海尔加 绝对不能退缩 可大门缓缓打开后 看着对面严肃的罗汉她还是不由自主地捏了把汗 这果然比传闻中还要可怕呀 听说她一次拔剑就砍下了数十名敌人的头 海尔加怎么会爱上这样可怕的人呢 如果是她的话一定不会做出这件事的 可如今为了海尔加 即使全身发抖希莉安娜也告诉自己 今天不管怎么样一定要稳住 罗汉冷冷开口 你是谁 希莉安娜强装镇定地表示 自己就是希莉安娜 罗汉缓缓说道 我的希莉安娜是个非常遵守礼法的人 在收到招呼之前绝对不会主动说话的 希莉安娜的小脸顿时变得煞白 仅仅一句话就被发现了吗 自己昨天晚上明明一直在练习 难道这次计划泡汤了吗 罗汉的脸阴沉起来 和我订婚的希莉安娜去哪了 我没有心情跟你开玩笑 问题很难理解的话我再问一遍 看着我的眼睛希莉安娜 我的海尔加在哪里 希莉安娜瑟瑟发抖 却还嘴硬地不肯承认 罗汉杀气毕露 把你知道的说出来吧 希莉安娜害怕地哭了出来 去了哪里我也不知道 突然就消失了我也很害怕 罗汉并没有为难希莉安娜 她知道这肯定不是 尤特利特家族的计划 看来海尔加真的消失了呀 结婚第一天老婆就跑路了 留下她一个人日日夜夜思念 现在的她急得快要疯掉了 但还是要保持冷静 希莉安娜纠结地抓住裙摆 不管发生什么事 她都要守护好海尔加 这时罗汉开口了 希莉安娜小姐请听好我说的话 公爵家现在在隐瞒海尔加消失的事 公爵夫人绝对不会主动去找海尔加 你在她身边你最清楚不过了 首先我们的订婚先维持不变 那么公爵家肯定还是要把你送过来 公爵夫人那么疼爱你 肯定是不愿意的 那么为了待听 不管发生什么事 她都会找到海尔加的 希莉安娜直勾勾地盯着罗汉 这个男人和尤特利特家族的人不一样 她比任何一个人都在乎海尔加 就像自己一样 想到这希莉安娜忍不住委屈地哭了起来 公爵家很奇怪 爸爸妈妈都很奇怪 所有人都像人偶一样 罗汉头疼不已 这位小姐还真是容易流眼泪 海尔加想哭都哭不了 忍了又忍 最后只能躲起来找个没缘的地方哭 希莉安娜着急地拜托罗汉 让他一定要找到海尔加 自己一定会把原来的位置还给他的 罗汉觉得还真是兴起 自己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 不过不用他说 自己一定会找到海尔加的 一想到海尔加在外面这么危险 罗汉头都要炸了 接着他微笑地看着希莉安娜 所以说呀小姐你要协助我 我们不能把海尔加送回现在的公爵家 而是要打造出一个舒适的公爵家 再让海尔加回来 另一边 海尔加手上捧着一个盒子 眼睛则聚精会神地盯着魔法书 按照书上写的步骤 海尔加朝旗注入了魔力 紧接着盒子便被打开了 没想到这么快就成功了 海尔加很是开心 这样以后就能往这些道具里注入魔力售卖了 虽然并不是什么厉害的道具 但是一次就成功 还是让海尔加开心了很久 不起眼的古董遇到魔力就焕然一新了 一旁的时文犹豫了一会还是开口了 我能知道你是为什么才来这里的吗 虽然这样有些失礼 海尔加淡定地说道 我只是离家出走而已 比起这个我有件事要拜托你 你有犯过罪 或者因为做了什么坏事而出名过吗 如果没有的话 我可以借一下你的名字吗 放心吧 我不会做坏事的 他身为尊贵的皇太子 未婚妻却在订婚那天跑路了 暴脾气的他硬是忍耐了好几天 才带着手下特勒蒙来到了公爵府 西里安娜小心翼翼地下了马车 他不明白为什么皇太子殿下 要带着骑士团团长来公爵府呢 甚至还带上了自己的配件 冰冷的可怕 他带着二人静止走了进公爵府 府里的庸人们个个瑟瑟发抖不敢出声 生怕自己一个失误送掉小命来 爱丽知道皇太子突然来到 更是三步做两步跑下来迎接 罗汉微微一笑 不好意思突然拜访 因为我有话要亲自问公爵夫人 爱丽看着这情形脸色也很难看 他不知道皇太子为什么要登门 难道是西里安娜在皇宫做了什么吗 谁料罗汉下一秒直接拔出了配件 在战场上多年历练出来的杀气展现 公爵夫人 你好像隐瞒了一些有趣的事呢 和我订婚的西里安娜 我的海尔加现在在哪里 爱丽内心慌张万分 这件事竟然已经被皇太子知道了 难道他从一开始就知道了吗 罗汉的手擦拭着手中的剑 紧接着用力一挥 这把利刃瞬间便架在了爱丽的脖子上 你真当我什么都不知道吗 公爵夫人 海尔加是怎么离开的 他到底去哪里了 爱丽的脑子飞速运转着 罗汉果然一开始就知道这件事 眼下最要紧的就是把他给打了 皇太子殿下你在说什么 和你订婚的就是西里安娜啊 罗汉的耐心已经到了极限 手中的建立爱丽的咽喉又近了几分 你要是不说清楚 我就记你欺瞒皇室罪 不过就在这里记你的罪好像也不错 爱丽恨不得把牙齿咬碎 没想到这小把戏对皇太子一点用都没有 如果这样下去会连累尤特利特家族的 自己被一个庸人的女儿玩梦 为了不让自己孩子的位置被抢走 苦苦守着尤特利特 现在还不如说出真相 说不定还能守护这个家族 爱丽破罐子破摔大吼道 我也不知道海尔加在哪里 罗汉震惊了 如果连爱丽也不知道的话 还有谁会知道呢 这全都怪他对海尔加漠不关心 罗汉的杀气怒气完全迸发 早知道在那个时候 就应该杀了爱丽 眼看着罗汉就要杀掉爱丽 好在特勒蒙及时出手制止 这件事还是先问清楚比较好 罗汉缓缓开口 公爵夫人你应该知道我是个怎样的人 希望你的回答能让我满意 她明明是公爵家的私生女 却比正派还要厉害 不仅精通社交和事业管理 甚至连魔法也能熟练运用 商店里 海尔加正在施展魔法 很快面前的盒子里便飞出了一只鸟 而且还会暴食 一旁的石纹看着手上的灯一脸迷惑 海尔加表示这是魔法灯 说完玉纸一勾 灯便亮了起来 不过这并非是永久的 要一直给他注入魔力才行 虽然一开始会有人要 但如果要持续注入魔力 就要去找魔法师 所以会逐渐失去商品价值 海尔加要找到能作为新的魔力源头 而且他也不能一直给魔法工具注入魔力 因此他需要那种可以储存魔力的魔石 魔石本来也是只有魔法师才能操作 但如果加工的好的话 普通人也是可以通过魔石使用魔法道具的 那么商品价值就会高很多 石纹听完后顿时一脸崇拜 不愧是犀利安奈啊 海尔加微微一笑 最近自己过得很开心 不管是压迫他的人还是威胁他的人 通通不在身边 以前的记忆也只是偶尔会想起 只是海尔加的心里还是有些空落落的 难道是因为罗汉吗 帝都伊特利特本部的银行里 罗汉的眼里满是柔情 海尔加的秘密到底是什么 如果那个秘密会把他推得更远的话 罗汉愿意一直守护在他身旁 不让他离开 这时公爵带着海尔加的水晶珠来了 他们只能看到取款记录 但是不能看到确切的位置 说完公爵便开始释放了 罗汉看着水晶珠里的信息 最近不停地在取款 公爵顿时大惊失色 这家伙竟然拿走了这么多钱 而罗汉则露出了微笑 这样看来海尔加过得应该不差 接着他站起身来 表示给海尔加的钱不能少 还有自己账号里的钱 也要一并转入海尔加名下 金额不能出一点差错 至于海尔加 自己一定会找到他的 另一边的海尔加很快就发现了这个问题 自己的账户里不断有人汇钱 而且每次结尾都是以数字9来结尾 忽然海尔加明白了 自己和罗汉的订婚日期与结婚日期 不正是汇款的金额吗 海尔加忍不住抽气起来 真是个傻瓜 不过还是忘了吧 不管怎么样 自己是绝对不会回去的 这个女人杀疯了 订婚典礼当场逃婚 前夫哥更是以千万为单位不停汇款 就怕他吃不饱穿不暖 海尔加微微一笑 自己会好好用这些钱的 说完便走进了一家商店中 迷人的微笑把在场的人都惊艳着 所有人都觉得海尔加是高贵的贵族之女 那件裙子分明就是牌子货呀 海尔加看着眼前的菜单出了神 那是以前和罗汉一起喝过的饮料 他没有丝毫犹豫地点了一杯 接着便翻看起了桌子上的纸张 上面似乎有很多闲言碎语 只不过用这种方式来收取情报也不错 下一秒他就看到了有关自己的报道 由于海尔加的突然缺席 公爵家面临着巨大的危机 所有人都很关心公爵将怎么维持住海尔加的视野 海尔加露出了势在必得的微笑 父亲绝对保不住他的那些事业 就算他们再怎么努力也做不到 因为他已经把事业相关的核心资料都销毁了 现在公爵级对外宣称海尔加是去休养了 但真实的情况大家心里都清楚 海尔加笑容越发灿烂 可下一篇报道却让他愣住了 西利安娜加入了骑士团 不过想想也是 西利安娜向公爵夫人非常擅长建树 要是放在平常 艾莉肯定是不会同意的 但如今如果不用这个方法 海尔加不回去 他的宝贝女儿就要进皇宫了 为了让不足的西利安娜尽快适应皇宫生活 只能让他去当骑士 吃了甜食之后 海尔加的心情更好了 自己还是别操心他俩的事了 比起这些 现在这么多人中没一个人能认出他 应该是公爵家没派人找吧 那两位对他还真是一点情分也没有呢 另一边 西利安娜非常不安 周围的人肆无忌惮地聊着海尔加 海尔加小姐竟然去休养了 说实话是不是因为家族把未婚夫抢走了吗 如果海尔加不回来 西利安娜是不是要继承公爵家了呢 西利安娜还真是厚脸皮啊 抢了海尔加的位置还要抢未婚夫 这一切都被躲在树后的迪尔利特听到了 看西利安娜的反应 尤特利特家族肯定有问题 海尔加到底出什么事了呢 昔日的好闺蜜如今下落不明 公爵之女的位置也被人抢走 就连心爱的未婚夫也不能讲 迪尔利特被靠着大树思索着一切 难道都是西利安娜引出的一系列问题吗 虽然还不想这么快下定论 但是可以确定的是 从他出现事情就开始变奇怪了 而且海尔加是不可能离开帝都的 现在能知道海尔加情况的方法只有西利安娜了 可直接问的话肯定会落下口舌 还是让别人去问比较好 这样的话需要一个适当的又不懂事的人选 迪尔利特静止走向罗杰特 询问他能否借一步说话 罗杰特对于迪尔利特的搭讪十分惊喜 毕竟自己只是一个子绝家的女儿 一般情况下罗杰特根本接近不了迪尔利特 迪尔利特微微一笑 你这段时间还好吗 其实我不太擅长向别人先搭话 说完便把手放到了桌子上 美丽新颖的手套甚是扎眼 罗杰特看得眼都直了 迪尔利特顺势解释道 这是海尔加戴流行起来的蕾斯手套 下次有机会的话 我也给小姐送一双可以吗 看着罗杰特手足无措的样子 迪尔利特温柔极了 想以后和你好好相处 这些不算什么的 罗杰特顺势夸起海尔加来 能把一双手套戴流行 真是很厉害 迪尔利特露出了狡黠的笑容 海尔加很了不起吧 只不过我因为担心他 最近都没能好好吃饭呢 甚至没有联系也没有消息 再加上我和西利安娜小姐 也不怎么熟悉 罗杰特终于说出了迪尔利特想要的话 那我帮你问问吧 我和西利安娜还算熟悉 迪尔利特立刻灿烂地笑了起来 这样耀眼的笑容 把罗杰特迷得五迷三道的 瞬间便起身离开座位 朝西利安娜跑了过去 罗杰特走后 迪尔利特立刻忧愁了起来 如果不是海尔加丝毫没有联系 他也不用大费周章了 等他回来一定要让海尔加还债才行 如果真的是因为西利安娜的话 那么自己绝对不会原谅 另一边西利安娜面对罗杰特的疑问 想到好姐姐的他立刻悲伤起来 眼角更是溢出了泪水 海尔加一定会回来的 说完便痛哭起来 迪尔利特听完后只觉得一阵心塞 明明只要说海尔加没事就好 为什么要说那些话 海尔加有困难为什么都不和他说呢 只会默默承受着一切 让他成为了一个什么也不知道的傻子 现在自己到底能做什么呢 忽然迪尔利特的脑海里出现了一个人 那就是皇太子罗汉 你见过这么痴情的男人吗 订婚典礼当天未婚妻跑路 而他每天却都在苦苦等待 不仅如此还生怕未婚妻在外面吃苦 每天都给他会巨额资金 看着账户里金额的变动记录 罗汉思考起来 既然已经取钱了 那海尔加肯定知道他会钱的意思了 他从来都没有忘记而是一直在等待 海尔加终究让他变成了胆小鬼 比起在战场上拿剑 海尔加不能出现在面前让罗汉更加害怕 罗汉在内心祈祷着 在自己找到他之前 希望他能够一直平安无事 就在这时侍从提起 卡特莱因小姐发来了邀请函 罗汉知道卡特莱因跟海尔加很亲密 所以他当即决定要见面 既然这么亲近 说不定会知道什么 很快俩人就面对面谈论了起来 卡特莱因一脸严肃 皇太子殿下 犹特利特家族好像有什么了不起的大事 我很了解海尔加 他有什么事肯定会第一时间告诉我的 但是到现在了他都没跟我联系 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罗汉反问道 卡特莱因小姐 你和海尔加的关系真的很好吗 这个问题让好闺蜜卡特莱因怒了 他可是全国人民都知道的 海尔加最好的朋友 然而罗汉却一点面子也不给 在我看来你一点也不了解海尔加 犹特利特一定拒绝你去探病的 还有最近社交都是西里安那去的吧 对于海尔加肯定也是只字不提 像你说的那样 你对海尔加有什么了解呢 为什么海尔加消失了 卡特莱因愣住了 海尔加消失了吗 他是离家出走了吗 怎么可能一句话都没对我说 而且犹特利特家族为什么会这么安静 罗汉嘲讽一笑 那些人是绝对不会找海尔加的 公爵夫人的爱是不平等的 他想把海尔加和西里安那的位置置换 所以他们不可能去找海尔加 如果他们真的把海尔加当做家人 为什么自己女儿生病了却一点也不伤心呢 卡特莱因怎么也想不到 在自己面前高贵开朗的海尔加 背地里却过着这样的生活 原来自己什么也不知道啊 如果能早点看出海尔加的痛苦 说不定他就不会消失了 罗汉叹了口气 不要在这里发泄情绪了 你最后一次见海尔加的时候有什么异常吗 卡特莱因忽然想到了什么 海尔加给了我卡特莱因的魔法杖 摸过魔法杖的人情报都会留下 如果他摸过魔法杖的话 就可以找到海尔加 放着皇太子妃的位置不要 这个女人当场抛弃皇太子跑路 来到了穷乡僻壤的地方经营着一家小店 好在有罗汉会来的钱 这家原本破败的店也逐渐吃冷起来了 石温在一旁不由地感叹着 有钱真好啊 原本这么阴沉的索莱米奥竟然变成这样了 接着石温说起了自己的意见 不如还是雇佣一个女佣吧 每次他下班了就只剩下海尔加一个人了 没人帮忙也没人做饭 这样很不方便 海尔加思考了一下觉得石温说的也有道理 自己总不能每天去外面买东西吃 然后大早上饿肚子 他当即同意了这个提议 石温你不是这家店的社长吗 既然如此 就用你的名义来雇佣女佣吧 石温没想到海尔加这么信任自己 他默默地嘟囔着 要是我拿钱跑路了你可怎么办呢 海尔加露出微笑 作为魔法师的我会让你这样吗 而且贵族们对于赖账的人 是绝对不会原谅的 石温只感觉浑身起鸡皮疙瘩 我只是想活得久一点 再说了 我会一直乖乖听你话的 海尔加温柔地摸了摸石温的脑袋 真听话 以后给你买零食哦 石温被摸得满脸通红 你真以为我是小狗吗 还有我的名字很贵的 你要给我买贵的 海尔加富婆一枚当然不差钱 当即表示要去那家新开的店买 石温顿时就沦陷了 那家店可是出了名的贵 他一定会好好完成任务的 只见石温扒着门框可怜巴巴的 我真的会很快回来的 到时候请给我买好吃的 清晨海尔加感受着威风 女佣说是六点钟来 现在还很早 他心里忽然有些担心 他不认为会很快成功 这家店被人们遗忘了很久 而且还没有宣传 但是经过时间的沉淀一定会顺利的 就像一直以来那样 忽然站在窗台前的海尔加 注意到了下面的人影 是女佣吗 这么早就来肯定是个勤快的人 然而等来的人摘下斗篷之后 海尔加瞬间就惊呆了 出现在眼前的人 竟然是西耶娜